一件发生在一年多前的案件 现如今真相才逐渐被揭开 在案件中被警察无情射杀的华裔少年 到如今都无法明目 失去孩子的父母为了文权奔走至今 才看到了些眉目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桩发生在2020年底 充满了违规执法 毁灭证据 以及官官相护的警察杀良民惨案 近期美国联邦法院收到了一桩官司 两位失去儿子的夫妇 指控宾州警察和地方检察官 试图通过发布误导性声明 和拒绝公布事件的完整视频 来阻挠公众监督 至此 这桩被宾州地方警局 试图掩盖了将近一年半的刑事案件 才逐步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诉讼容称 19岁华裔少年Christian Howe 在与警创形成对峙后 试图投降并举起了双手 而就在此刻 现场执法的警察却将其无情射杀 起诉人为Christian的养父母 他们认为警察过度使用武力 导致他们的孩子命丧皇权 在整个案件调查期间 州警执法的视频公布后 可以明显看到 枪响之时 Christian Howe早已举起了双手 不过由于警方拒绝公布完整视频 所以我们也无法得知更多的细节 触及更多现场吃法时的真相 门罗线检察官办公室 于2021年3月发布了枪击视频 但对视频的最后几秒 进行了模糊处理和编辑 并声称是Christian不配合谈话 才导致警察开箱的 几个月后 由Spotlight PA和NBC新闻 从Christian的养父母那里 获得的未经编辑的视频显示 Christian将双手举过头顶14秒 枪口远离警察 但警察仍然举起双手 向他抠动了一连串的扳机 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行为和声明 让浩的养父母认为 警方是在故意包庇直发警察 以阻止他们提起诉讼 而且在这起案件中 调查人员就是地方检察官和周警 这就相当于自己人断自己人的案子 公平与否 大家异想便知 鉴于地区检察官传播过编辑的假视频 周警发布过虚假声明 Christian浩的养父母曾呼吁将此案件提交给周检察长 然而地区检察官和周警却拒绝这样做 事后地区检察官大卫克里斯丁 和地区检察官助理迈克尔曼库索 有发声明为自己辩护 称他们的行为符合地区检察官的责任 但在浩的养父母眼中 当地检察官将这起致命枪击事件描述为 典型的用警察自杀场景 其内心其实早已失去了公证 并且早有了定夺 目前 浩的养父母提起的诉讼 已在哈里斯伯联邦法院提交 周警察局长罗伯特·凯文奇特 四名周警 地区检察官大卫克里斯丁 和地区检察官助理迈克尔曼库索 已被列为被告 Christian养父母的律师接受采访时提到 基本上 周警察一直在秘密行动 希望当事人和公众 永远看不到未经编辑的视频 诉讼明确提到 周警察局长凯文奇科一开始是拒绝制作视频的 直到这家人的律师威胁要采取法律制裁时 才将视频交给警方 这段未经编辑的视频是无可争议的证据 证明周警的官方声明是虚假的 并且 检察官办公室公开的PPT旨在误导公众 都是为了掩盖谋杀的违法行为 说起Christian Howe 为何会在高速路桥上与警察产生这样的冲突 主要原因恐怕要来自于他在疫情爆发后 情绪受到影响 精神状态开始变得不稳定 据说因为居家隔离 他不能与亲朋好友见面 开始感到非常沮丧和愤怒 此后又因为确诊新冠 他还被迫隔离了两周 隔离生活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打击 感觉生活无望的他想到了自杀 于是在2020年的12月30号 他一路开车到宾夕法尼亚州的 Burtonsville附近的爱巴林高速公路 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 着急的家人向警方求助 结果没想到 宾州警察不仅没能帮助救下孩子 反而开枪射杀了他 并且还是在当时 Christian Howe已经举起了双手 警察绝不应该这样对待精神疾病患者 说起这位Christian Howe的身世 更加令人同情 根据记录 Christian Howe姓陈 于2001年10月31号出生在上海 但仅在出生后几天 他就被亲生父母抛弃了 还在强保中的陈 被路过了好心人 送到了孤儿院 一年后 2020年10月 美国的养父母霍尔菲和盖瑞斯霍尔 专程坐飞机到中国领养的陈 对于陈 养父母霍尔菲和盖瑞斯霍尔 可谓是喜欢的不得了 称在看到他照片的一瞬间 就爱上了他 并且为了能够让陈 有更加宽敞的成长环境 养父母还专门从纽约搬到宾州 本来重新获得关爱的克里斯霍尔 应该会幸福美远地陪伴在自己养父母身边 甚至以后还会组建自己的家庭 反哺这二位带给自己一切的养父母 但没想到 自己的生命竟然结束在了 本营保卫群众的警察手中 并且还是在 当他最需要帮助和引导的时刻 却等来了无情的子弹 穿过自己的胸膛 当两位养父母为他讨回公道之时 还遇到了观观相互的黑暗情景 现如今在网上已有20多万人 要求对克里斯震的寺 进行一个完整公正的独立调查 希望上升到联邦法院层面后 能够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说法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